务社目前有七个人遭到惩处 总统参与文一回国 就直奔总统府召开国安会议 要听取简报 而行政院长林全 要法务部择程高检署组专案小组调查 比照洪仲秋案跟阿帕奇案 惩处似乎不高 国务部长冯世宽说 去留不是问题 然而现在传出冯世宽 在务社之后一个小时 还在部里见法课 面带微笑握手 海军误设雄三飞弹后一个小时 国防部长冯世宽 竟然还接见军友社理事长 军长会不会叫得部长冯世宽 误设隔天一早 行政院拉高层级处理 隔腿林全亲自召开跨部会会议 指示组成专案小组调查 冯世宽南下探视死者家属 恰巧缺席 去留不是问题 冯世宽不提自己 海军则是快刀斩乱马 妥速公布常处名单 司令黄树光自行处分 寄过一次 剑指部指挥官和舰队长 分别寄过两次 金将军舰舰舰长和兵器长 各寄一次大过 摄控师官长和飞弹中士 处分罪重 寄大过两次 舰上四人依法侦办 你现在还笑 你现在怎么还笑得出来 你还笑得出来 竟然还笑得出来 高雄地检署漏夜征讯后 飞弹中士高家俊 及摄控师官长陈明修 各30万元交保 而误设飞弹的官兵 可能涉及刑法 业务过失致死 及业务过失伤害罪 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至于发射飞弹不当 恐怕涉及陆海空军刑法 毁坏直接工 作战军用设施物品罪 最重无期徒刑 情节轻微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这整件事情的层级 不应该只是留在国防部 任内惩处的层级 到目前你看看 应该是军令系统 出了很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是不是要就着到军政 也就是国防部长这一部分 我会认为 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吗 对比军方近年重大缺失 阿帕西打卡案 参谋总长和陆军司令都被寄过 波及六位将领十颗星星 连同其他校级军官 一共21亿人被惩处 国防部长口头请辞被卫留 同样闹出一条人命的红仲丘案 共惩处37人 两位旅长各寄过两次调职 国防部长高华柱下台 这次三军统帅不在家 军方接连出包 让总统蔡英文一回国 直奔总统府听简报 会不会扩大惩处层级 各界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